阿歷斯,屯赤隧道通车后 豈不是带帮整个屯门区的楼市 去机场超快 不止机场,屯门去深圳 澳门珠海都超快 一个小时车程就到 到时候去澳门买杏仁饼也可以 去元朗买老婆饼也可以 是的,屯赤隧道直接连接新界西北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北大鱼山和香港国际机场 从屯门南出发去机场 由以前大约30分钟 缩短到16分钟 对区外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力 除了中港贸易的频繁 市场逐渐改用距离大陆远近 来判断楼价升值的潜力 例如屯门作为香港西部经济走廊的重镇 位于前海、环琴及中环黄金三角株楼的核心 还有未来屯门西妖道和北大鱼山的发展项目 相信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买家和投资者的垂青 Karen,你这么快去完澳门一转吗? 你真是开玩笑呀 其实过去几年,政府大力发展屯门区 包括龙鼓滩田海计划 和重新规划屯门西海内航码头一带 增加土地供应 而目前区内最借手可热的地方 相信便是扫館区附近一带 那边靠近黄金海岸有超美的海岸线 充满大量绿化环境 很有度假气氛 跟屯门市中心比较 整个感觉都不同 再说,屯门隧道开空后 不少发展商看好这区的升值潜力 所以发展了不少住宅项目和居室 就最喜欢私隐道高和宁静的居住环境 由帝国集团和香港小鸣合作发展的 大型度假式住宅项目 帝鱼 整个项目一共分三期发展 当中最后一期 由第六和第七座组成帝鱼蓝天 围处青山湾段传统豪宅地段 前营黄金海岸游艇俱乐部 再加上沿海岸线的新旧咖啡湾 加多利湾和青山湾 组成五弯一墨的独特优势 另外项目还非常着重陆化和健康环境 设有超过5万5千平方尺的 公用花园和游乐地方 再加上大约2万6千平方尺的 双住客会所Club Royal 提供豪华游艇会级的娱乐设施 景观方面就以山景和园景为主 提供557伙 涵盖开放式至到两房 当中开放式单位占大约25% 而一房占72% 大部分单位层与层之间高度大约3.3米 空间感十足 而一房占有及不容易便宜 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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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力士 您如何看待新界西北區的發展屯門 屯門一直被政府視為推地的重心 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幅大型地皮等去出售 包括前落安排海水化碳廠及掃本斧 庫安居以北大約57萬呎建築面積 未來都會發展成私人預責 加上受惠於屯赤隧道的落成 配合屯門區日津完善交通樞樓的優勢 相信一定吸引更多用家及投資者入市 刺激新界西北樓價的上升 那這裏有甚麼配套 附近有黃金海岸的商場 走幾分鐘便到 那裏有各國餐廳 還有大型電所的超市及便利店 坐五分鐘車程 還可以到三勝商場及街市 三勝村? 我和家人很喜歡那裏吃海鮮 沒錯 至於交通工具方面 這裏還有很多巴士線 去荃灣、屯門、旺角及銅鑼灣 另外根據鐵路發展策略2014規劃 政府將興建屯門南延線 改善屯門市中心 以南一帶近屯門馬頭鐵路的服務 亦計劃在屯門泳池增建新車站 預計最快2030年通車 隨著屯門區內多項大型基建落城 促進區內和機場 以及東涌三地之間的人流和物流 與此同時 屯門區亦是大灣區重要戰略要塞 以上因素 相信都可以刺激到區內的樓價 有巨大的升值潛力